欸 你要 該換 你看他拍照居然 弄得 搞得跟這個 這是什麼地址挖車的 哈哈哈 欸 你該換相機了 喔 我知道啦 可是相機很重啊 你要換那個小台的 有推薦的嗎 你不是說有人推薦你們啊 好啦 今天下午 也有一些三四個Youtuber 喔 真的喔 推薦 他說Sony的 然後但是還沒出的 什麼M7 喔 真的喔 對 M7的 有看過嗎 我那一台小小的 對不對 還沒上市對不對 對 還沒上市的那一台 聽說不錯 然後也可以翻轉 比較適合我就說 對對對 對對對 幹嘛 來啊 Doraem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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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etsgate朋友們 Doraem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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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開心我們約到了這個老朋友 哈嘍大家好我是空姐愛七頭 對啊好久不見了 之前我們拍完這個空姐系列之後呢 算是一戰成名咧 真的整個都衝上去了 對對對 不過因為昨天我們參加了Youtuber這個Party 對 創作者派對 然後我看到你拿了那個拍攝的設備 結果一年多還是沒有長進 所以今天我開箱 我臨時Cue他 叫他一定要來 今天這集開箱我一定要把他拉過來 本來今天的腳本是只有我一個人 你知道嗎 我實在太關心他這一次的開箱 所以我真的是一講 好 等一下立馬到 之前我們跟大家分享過 我都一直用Sony的相機創作一段時間 而且我最早期的初創頻道的時候 是用這台Sony的RX100 但是這台是M4 喔 這台你看已經都被我用到 歷史 很有歷史耶 這個這上面的 有點落差了 都已經撞歪了 這個已經摔過很多次 對 凹了 這個 這台相機呢 真的是我用過最好用的相機 Sony RX100M4 就是業界稱之為小鋼炮 啊 什麼東西都有 什麼功能都有 他可以上節目嗎 他可以上嗎 他可以嗎 可以啊 帥哥 嗨 你看一年都不見了 鬧出人命來 你看多一個 呵呵 今天這台相機呢 很特別是跟 如果家裡有小孩子也很好用 等下我再講他的功 好 對 現在最近又出了一台 最重要的相機 也就是 我們今天要講的 就是 RS100M7 啊 對 就是我現在手上的這台 那M7呢 跟M4 M6差在哪裡 嗯 其實外觀看起來完全都是一模一樣 最重要是他可以外接麥克風 啊 這個超重要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 Youtuber一定要收音 對 第一個就是第一個螢幕可以上班 這是每一個創作者最需要的 對 好 第二個呢 他有這個觀景窗 哦 對 他觀景窗呢 可以從這邊直接看 然後裡面呢 是LCD的 你可以看一下 裡面所有的訊息 通通都會在裡面 哦 真的耶 對 然後呢 所有的快門 光圈 還有你的水瓶 什麼這些資料 全部在裡面 看了一清熱烈 你的外面光線 然後太陽很大 透過他 透過他 你就直接這樣看就可以構圖 然後你要收的時候 直接壓進去 他直接就全部都進去 好 閃光燈 他都是 嗯 隱藏式的 非常好用 然後再來 很薄耶 對 非常薄 RS100M7 這次做到的是 他的焦段 可以拉非常非常遠 然後又很清楚 這樣子 對 而且同時有防手震 他這樣的功能 已經相當於我這一顆 這顆是24 你看 這個是24到200 他從以前到現在其實都是用蔡司的鏡頭 你看這個蔡司的logo 哦 對耶 所以是非常非常高級的晶片 那接下來 我要可能要講一些比較細部的功能 M7的一些黑科技就對了 嗯 那這一次呢 M7呢 他的快速對焦 比之前的上一代M6還更快 之前的M6呢 是達到0.03秒就可以完成對焦 哦 那這一次M7可以到0.02秒 那你知道0.03進步到0.02這個就30%了 再來就是他的對焦點 達到357個對焦點 對就是我也有聽說說這一次他對焦的功能非常快速 非常的厲害 第二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眼部對焦功能 這個是最重要的 眼部對焦功能有什麼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因為我們平常時 你在連續對焦的時候呢 你也許可以用觸控去對焦那邊 但是如果人眼對焦 他可以更準確的知道說 你現在拍攝的這個人物 他的他現在目前的主體的位置 那譬如說你像拍小朋友啊 他就可以做眼部對焦 尤其是小孩子跑來跑去 對 那往前往後 或者你要譬如說你要連拍 我們最常連拍遇到什麼問題 前兩張清楚後面是模糊 因為他一直在跑啊 但是眼部對焦呢就有這個功能 然後就是他會連續追焦 對然後再來就是 M7更厲害 他一般你在很多的相機呢 眼部對焦他是只有拍照 但是現在M7攝影 錄影也可以 錄影的時候他就是用眼部對焦了 對 所以他在對焦的時候呢 就會非常非常的準確 我最怕失焦了真的 但是呢 除了人眼對焦 不稀奇 如果你家裡有養狗狗 會養貓的 對 你在拍狗很難拍耶 完全你根本對焦 大概只有第一張對得了 後面全部模糊 他這次的功能就相當於這個 Sony的專業相機 α9 它這次號稱就是縮小型的Sonyα9的這個專業級的口袋相機 對 對 他把這些所有的功能都加進了 我們要講一下就是這一次他的連拍呢 有很特別的精進的功能 他可以做到每秒20張的快速拍拍照 他這裡有每秒20張連拍 你按下去的時候 他就跟打機關槍一樣 按著不要放 喔 超強的 我們在戶外測試 OK 他每秒可以達到20張 對 這樣子拍跳的時候就一定會成功了 而且是沒有黑屏 所謂的沒有黑屏 這部分呢我就不加以解釋 那各位想要知道什麼是黑屏 你可以看底下的連結 我會再放在下面 好 每秒20張根本還不夠 他現在還有更厲害的每秒90張 單連拍拍攝 然後而且 對就是高速超高速的 喔 然後他但是呢 他的拍攝呢 是更快就是 一秒可以達到90張 但是他是說 你如果連續拍 可以拍到一秒 可以拍到90張 但事實上這功能只能拍7張 喔 但因為他速度非常快 你看這樣按下去 拍完了 那這個比較適合瞬間 譬如說你如果跳跳水 然後對 瞬間 他這個在抓了這個 快速的這個時間 用最快的時間連拍7張 再來一點就是說 一般我們像在拍這個連拍的時候 我們最常遇到就是說 你連拍完這20張 你會發現每一張的這個感光啊 嗯 不太一樣 怎麼第一張是 顏色是這樣 第二張變暗 對對對 然後第三張變模糊 這次呢 Sony的感光元件更厲害 他是可以做到 每秒60次的自動偵測 那偵測什麼 偵測感光 還有對焦這部分的功能 那你看啊 他一秒是不是可以拍20張 對 對不對 但是他一秒卻可以偵測60次 所以平均 他每一張照片 都可以用三次的掃描速度去 偵測感光 跟對焦 所以你每次每一張拍起來 這20張的品質呢 都是很穩定的 都是很穩定的 像我們以前在拍照的時候 常常有時候連拍拍的時候 你還等相機 對 他要去那邊跑 他要去那邊跑 處理中這樣子 而且他快拍沒有辦法 連拍那麼多張 對對對 最主要是因為這一次的感光元件 他裡面居然還結合了 這個記憶體 就是感光元件 再加上影像處理技術 中間還加了一個自己的儲存的 DRAM在裡面 所以他可以讓這些快速 累積拍進來的畫面呢 中間有一個暫存處理的一個地方 接下來我們就要回到 比較樸實一點的 終於要來講我聽得懂的東西了吧 對 接下來我們要回 前面我的部分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革新的新的黑科技 我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因為畢竟是新相機 其實RS100系列的相機 其實他已經非常非常知名了 很多朋友都用這個相機 非常非常多 其實幾乎不用我再多介紹了 但是為什麼大家都會用這個 RS100的相機的原因是 因為第一個 他體積真的很小 對 然後這個功能 他真的長得太像以前那種 可愛 就是一般最 最以前 我們最常使用的那種相機 他比那個更小 對 對 比美顏相機還要小 真的 但重點是他很可怕 就是他的功能真的是太強大了 你把選單打開來看 你會發現你用不到十分之一的功能 真的很強 對 對 所以呢 這很多創作者現在幾乎在 尤其是女孩子的創作者 像女孩子的創作者 他們在創作的時候 不太會去追求器材 其實真的要輕 不然我手拿起來會很痠很痠 所以我們講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相機設備在怎麼好功能 在怎麼強大 帶不出門都是枉然 對 這種真的很輕巧方便直接拿出來 對 那現在後面呢 我們就來更詳細的說一下 他這次很特別 他旁邊有這個麥克風的 接口 對 各位可以看一下 藏在旁邊小小的 這個位置有點變動 這是M4 這是M7 那這邊多了一個麥克風的這個開孔 這邊位置往下移 那麥克風在這個地方 對 那你可以接這個有線的麥克風 或無線麥克風也可以 這個是目前 如果你買現在即將要上市的 銅捆包的話 那裡面就有附這個擴充座 對 那你把它鎖上去 銅捆包呢 裡面還附了一個有線的控制器 這個很棒 就是它上面有這個錄影鍵跟拍照鍵 這也是一組一齊的是不是 這是一組一齊的 對對對 那你可以單買相機一套的 或者是這種銅捆包的 價格當然不一樣 那詳細的部分 自己可以到Sony的官方網站上面 或者是一些購網站上面去查 那我這邊就可以裝上麥克風 那這個是Sony的有線麥克風 這麥克風看起來不錯 真的 哇這個手握起來 剛好你們女孩子剛好 剛剛好耶 因為我要拍VLOB的話 一定要有一個麥克風在旁邊 對 一定要有一個麥克風 所以現在握起來也是蠻輕的 其實它不重啦 真的就是像我這樣拍的話 就可以握蠻久 等一下我來看一下廣角 它比 它如果拍起來 比你的iPhone的前置鏡頭還廣 喔 你那個按下去就開始拍了 這樣在拍了嗎 對這樣已經在拍了 好像 好 再一張 喔 我覺得不錯 哥哥有沒有考慮 考慮這台 我用起來好像還不錯 我把Sony的電話給你看 你去看它現在有眼球對焦 喔 好 先來看它眼球對焦 這個對焦是用手去觸控螢幕是嗎 你可以 你看有沒有看到 喔有 有沒有看到它上面 在眼球對焦 有 對對對 所以就是我們在移動的時候就可以 對 都一定有對到 對對對 哈囉大家好我是空姐愛氣頭 今天來到 Alan哥的工作室 這是我第一次來 Alan哥的工作室 來開拍箱 麥克風測試 麥克風測試 沒有指向性麥克風 這裡是沒有指向性麥克風 麥克風測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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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聲音是不是差很多 麥克風測試 麥克風測試 如果你是影片創作者的話 我會建議你買的就是同捆的 聽說差沒有差很多錢 一組 對一組 但是不含麥克風 對但是如果你是要買 就是你只是要拍相片用 對 只是拍拍靜態照片啊 你沒有在做影片創作啊 你可以就買主機 單主機就可以 對那同捆包跟那個差在哪裡 就是握把握把 熱靴的擴重座 然後電池再多一顆 對但你知道原廠一顆 電池就一千多塊錢 所以你怎麼算都是同捆包 比較划算 啊 對對對 這個真的是 一定是要買一組的我 對我來說 你千萬不要再用 你看那個畫面 看這畫面 你看他怎麼拍 他用他的設備 我看他都暈倒了 好不好 會被笑耶 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今天的開箱 嗯 介紹給大家的RS100M7 這個真的是又小台 又強大的一台 這個迷你相機 推薦給大家 那以我之前創作到現在的 線型程度啊 各位看得出來 這個我真的是 已經用非常非常久 是真心推薦 對好不好 嗯 好啦謝謝大家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開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我的Facebook 還有微博 還有我的IG 然後還有空姐愛切頭的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對 還有他的IG 我們都會寫在下方 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見啦各位 好 掰掰 這是我們鼎鼎大名的黑 不要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我之前聽了你的頻道 我就知道你都用這個 都用這個隨身的 這台你已經用很久了 我起碼就是從 開始拍YouTube影片 就是用它了 那 你覺得這一類的 相機 有沒有什麼 需要改善 改善喔 你不要講品牌 你就做 第一點 我這台沒辦法外接賣 他沒辦法外接賣 他這個相機 就是除了 如果再多一個 麥克風就完美 對不對 對 看來你 看來超屌 喔 你還幫他裝 麥克風已經這樣裝的 對啊 我原本想說 因為我想要買 所以我原本想說 在旁邊裝熱靴就好了 黑彩球拿到的是Keyno的嗎 是Keyno的 他拿到的是Keyno 我是Sony的 你是Sony RS100M7 欸 他可以眼球對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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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 他可以眼球對焦 XSony G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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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M G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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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